真的是很酷的一个地方 在记者会上 基隆市长谢国良邀请了上个月 在韩国国际街舞大赛 拿下大地板冠军的林里娜娜娜娜 谢国良市长特别赠送娜娜 一款时下很受小朋友们喜欢的游戏片 即免她能继续的快乐 投入街舞运动为国争光 那我想今天非常开心 就是娜娜回国来 这个宰遇归国的时候 小爱爸爸想要送她一个小小的礼物 那这个礼物呢是一个 来 这边 这礼物是一个游戏 是一个游戏 我听说你喜欢打Minecraft是不是 这个很巧 很巧不是我喜欢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 那我想送一个Minecraft游戏给你 而这个记者会的另外一个重点 主要是宣布 市政府为了让基隆爱好街舞的年轻朋友 有个舒适友善的街舞运动场地 市政府与台铁正在演绎 会把基隆车站南站一楼的闲置空间好好规划 让练习街舞更加方便 强发出表示希望在三个月的时间 能够与市民来见面 当初市长考量了非常多的地方 然后但是他都听取我们第一线 这些B-boy的声音 那后来才跟台铁开始进行一些接触 然后目前也正在跟台铁做最后的确认 那其实整个 整个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示意图 其实真的就是完全都尊重专业 也尊重专业的这些他们的方向在做设计 那预计可能完工日期应该在三个月 那未来的三个月内 因为市长要我押日期 所以我们预计在三个月内 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地方完工 那到时候再进行市长 一起来做这个开幕的这个活动 感谢我们基隆的P2协会 跟中华民国P2协会 共同跟我们一起打造 未来的一个青年的嘻哈的街舞的室内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顶操助长刚刚画压说 他三个月内要把他打造出来 但原型跟他的一个规划跟一个地点 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讨论了很久了 所以我觉得适合让大家知道 然后未来像娜娜更多这样子 娜娜是年轻很优秀就已经跳得很厉害 但是有更多在整个成长过程中的 像这些学生们像娜娜一样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环境 可以能够展现自我 能够快快乐乐的做自己 这也是我们小孩爸爸跟我们师傅 要为大家打造的一个环境 谢谢娜娜 因为往年基隆市的舞者的部分 都只能够透过自己去找场域的部分去练习 那其实在安全性上面是有很大的隐患 那目前这样子能够由师傅去规划 做这一个整合的空间 那其实对舞者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福音 这样子 是不是有场地对这样武艺啊 这样精进啊会有帮助 一定有帮助 因为往年的时候 你都只能够看着灯光影子 那目前现在的话是有规划大型的镜子 对还有插头 那也可以让大家就是有影响可以使用来做联系 那各方面的效果都会是很好的 那个我敬爱的娜娜 那还有娜娜妈妈 那以及各位新闻媒体好朋友们 那事实话其实在年初的时候也非常感谢市长 那真的很愿意的 那请听呢我们所有年轻人大家的这个名义 那现在呢在南站这边 就是未来 未来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呢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空间 那今天的话市议会是我个人 所以我也希望说未来的话 我们市议会呢 一起来跟市政府共同来打拼 那府会和谐让我们基隆更好 这个空间是由中华民国霹雳舞协会 专业的舞蹈团队进行场域规划设计 以及在地的舞蹈协会来维护管理 希望透过三方共同来经营基隆的街舞空间 提供青年朋友一个舒适的练习环境 进一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参与 让基隆街舞人才持续发光发亮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